有时候人类真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 这种奇怪表现在它们对速度有着极为特别的执着 也许是因为自己并非是大自然中擅长跑路的动物 所以它们制造了许多能代替双腿跑路的交通工具 并且它们还试图让所有这些工具都能跑得飞快 就比如为了享受高速刺激 人类已经发明了两秒就能跑出100千米每时的超级跑车与运动摩托 但有些人偏偏觉得这些还不够 于是他们把目标转向了一种在地球上更广泛的交通工具 并且该交通工具还兼有娱乐与运动属性 没错就是自行车 本期影片小编就为大家分享一款世界上最快的自行车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拜现代技术所赐 现如今许多自行车都装上了集成电机 得以让人们享受更好的骑行体验 这些电动自行车相比无电自行车跑得更快 也可以支持更远距离的行驶里程 然而出于安全考虑 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都被强制限定了最高车速 有些是32千米每时 有些是40千米每时 这要取决于你所在的国家 然而来自英国卡迪夫的发明家 兼科技企业家格兰特·辛克莱 偏偏要打破这个规则 他设计了一款名为AIRS的电动自行车 该车不但有着普通自行车难以企及的最高车速 而且它的造型看起来也极其独特 充满了未来科技感 最重要的是 AIRS E-TRACK电动自行车 还是世界上最快的 街道合法电动助力脚踏自行车 要说辛克莱是个盛产发明家的家族 可一点都不夸张 格兰特的叔叔克莱夫爵士 早在80年代就发明了著名的C5脚踏电动三轮车 除此之外 克莱夫爵士还是两台最早的家用电脑 ZX-81和SpecChimp的创造者 克莱夫爵士的儿子则打造了被称为 世界上最安全自行车的Babelbag 鉴于本篇的主题 我们当然还是得把话题说回到AIRS上 基础参数方面 AIRS E-TRACK的长宽高尺寸 分别为260厘米 94厘米 128厘米 包括电池在内 该自行车的重量为50公斤 这款自行车采用了倒三轮式设计 前轮为24英寸 碳纤为BMX车轮 后面是26英寸的碳纤为MTB车轮 前后轮接外附防刺穿的 TENAS货运自行车轮台 首先至少从造型上 你就能明白 格兰特关于打造世界上 最快自行车的说法 并非夸口而谈 整车不但有着光滑流畅的车身线条 它为了让一台自行车 具有更好的速度表现 甚至还给它配上了一个 全封闭式的整流罩 这个灵感来源于自行车 赛车头盔的整流罩 采用了带防水涂层的 透明有机玻璃材质 除了能保护里面的驾驶者 免受恶劣天气 空气污染之类的影响 它更大的作用是改善车辆 在高速时的空气动力学表现 同时为了让车辆拥有 更好的轻量化效果 这台车还采用了 各缸底盘 以及超轻EPP车身结构 这样自行车 不仅能在公路上跑得飞快 还能让坐在里面的人 有着带着一个大头盔一样的 超高安全感 动力方面 骑手可以选择250瓦 500瓦或750瓦的八方中驱电机 它们分别可以提供80牛米 100牛米与160牛米的最大扭矩输出 与9速传动系统相配合 该车可以输出更强劲的踏板踩踏动力 令车辆的最高车速超过48千米每时 并且冲背的扭矩让Iris E-Track 即便是在陡峭的山坡上行驶也毫无压力 但为了能够合法上路在某些地区 它可能仍然会把最高车速限制在25千米每时 Iris E-Track内部搭载了一款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直立式筒形座椅 该座椅可以折叠 为后车厢腾出100多升的货物存储空间 相比于其叔叔打造的C5脚踏电动三轮车 该车的坐姿更高 使其手能够更好地观察到周围的道路 所以即便在人车混行的道路上 行驶也不会感到那么害怕 为了避免封闭式座舱内的骑手夏天中暑 该车还配备了一个制冷系统 该系统带有高效威力空气净化器 可去除烟雾细菌和病毒 冷却系统通道使用可更换的高效威力空气过滤器 使座舱内时刻都保持着新鲜干净的空气流通 座舱内还提供一个通用型智能手机底座 方便骑手日常进行GPS导航 音乐播放和卡路里计算等活动 此外还配有一个背光LED屏幕 用来显示速度行驶距离 电池电量和电动辅助水平等车辆基础信息 以及一个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实时传输视频的 120度后视摄像头 这对于封闭式座舱的后视野不足是种很好的弥补 这样一款个性独特 性能超强 配置丰富的产品 在价格上也确实不适合走亲民路线 Iris E-TRAC现在已在官网接受预定 售价为4999英镑 约合4.5万元人民币 比一辆正经能上汽车牌照的国产50红光mini EV还要贵 新车预计将于明年第一季度开始交付 目前格莱特计划首先在挪威为Iris E-TRAC打造一个150平方米的展厅 在那里所有的四轮公路车都会被征收重税 格莱特相信这种电动自行车在现代世界是有市场的 他表示由于气候危机 化石燃料正在逐步淘汰 许多主要城市都在实施低速限制 甚至是完全的汽车进行政策 鉴于每辆私家车平时只有一名成员 而人们在极端天气下又不敢骑自行车 所以Iris对于这些场景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那么大家看完之后觉得这款最快自行车是你的菜吗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经过设计改良的电助力自行车 进入了欧美大众的视野 并逐渐成为人们的交通新宠 但很多车友不知道的是 看似新潮的电助力其实已经有了130多年的发展历史 1817年第一辆自行车诞生于如今的德国 发明者卡尔·冯德莱斯 最初的目的是创造一种新式的交通工具 减少人们对马的依赖 经过几代的改进 自行车逐渐受到上流社会的关注 直到1885年安全自行车的发明 将自行车的安全隐患减小 价格的下降和骑程舒适感的提升 让它成为了面向大众的产品 安全自行车是世界上第一辆电助力自行车的原型 1895年小奥格登·波尔顿申请了第一台电助力自行车的专利 一辆通过电池供电的电助力就此诞生 安装在后轮的直流电轮骨电机十分笨重 供电量大 却拖慢了自行车的前行速度 因此电助力在当时没有流行起来 尽管如此 波尔顿的发明还是为现代电助力自行车的设计打下了基础 成为了电助力的开山之作 1897年 和骑亚W利比发明了一辆双电机的电助力自行车 与波尔顿的设计不同 它将电机设置于车胎外端 位于脚踏的位置 却取消了脚踏的作用 因此受到过不少争议 作为中置电机的开端 这辆自行车有着更快的速度和更稳定的车身 后续很多电助力都沿袭了这样的电机设计 上世纪80年代 人们开始尝试以提供辅助动力的形式 制作电助力自行车 也就是所谓的踏板辅助系统 只有通过踩踏电机才能为自行车提供辅助动力 这样的形式可以让人们体会到与普通自行车无异的骑行 又能为自行车提供额外的助力 1989年 麦克尔库特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 Pedilek 在它之前 人们将改良电助力的目光 放在如何使用油门的问题上 而它则另辟蹊径 发明了通过踩踏而非油门的方式启动自行车 因此也有人认为麦克尔库特才能称得上是电助力之父 而前面的历史只能算是发明电动摩托的历史 传感器和控制器的发明 为现代电助力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配件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助力档位 其行速度 电池容量 这些都仰赖于两者的配合作用 电池的改进也是电助力能够获得重生的关键 千酸电池因重量过大而拖慢了电助力发展的脚步 而1993年 锂离子电池获得大量应用以后 电助力得以拥有更轻更小也更安全的大容量电池 21世纪一时 电助力就因为环保概念和经济价值而受到欧美市场的欢迎 并在之后20多年保持着流行趋势 经过130年的改良和创新 如今的电助力与它在历史中的定位全然不同 能够帮助人们获得更加经济环保和便捷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市场之所取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日常出行 大家更青睐二轮电动车还是电助力自行车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